平常如果你容易紧张 或者是因为压力而容易不安 其实可以试一下 像是尝试禅修的生活 浮光山的禅修课 引领很多人找到安心的方式 来看日前禅期课程的学员 就在规律的生活当中 找到了一份情景 禅修不止在普团 举凡喝茶 洞中禅 户外禅都有禅意 重要的是关照在当下 浮光山七日禅 就是完整体验僧团生活的禅学课程 经过一个礼拜的洗礼 学员感触深刻 法师们都会询问我们 心还在吗 重要的就是要找回这份心 这份自信 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走下谱团 走入人群 进入道场 每一次来到佛光山禅经法堂 我都可以看见越来越好的自己 因为在这里禅修 过着简约的生活 每天作息有定 饮食适量 每个人也都需要一份宁静的空间 做一个未来的一个开发 在百多人来堂餐修 那也圆满 希望有一个成先起后 对2021年一个新生活的一个开始 禅气过程让学员可借由小餐 与最后一天的心得分享 提出对禅修过程中的疑惑 不要把问题带回家 许多人在成修后 对学佛有了新的体悟 人间卫视五庸曲 高雄采访报道